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皮画有长短变化 这个竖画提比是在皮画中间偏上 下面长一点 下面短一点 扇子先写中间的竖画 要向左下方微斜 或是垂直的 这竖的笔画 向左下方斜的 横 左肩横 臂部要轻 这个横要短 竖画 在中间要垂直 最后一个横 变成提 皮 刚好与这个竖画 宽插 避让 这个竖画如果写成直的话 后面的话没有位置写着皮了 横要短一点 撇 要细 这两个也达到一个穿插避让的效果 蜡笔尽量向上靠 其比较轻 逐渐加重 压下去 把笔慢慢提起来变尖 我们看一下 多高塔这个腊笔的话 就是像欧阳性90公尾里写到 腊笔写到舒展 相对要长 要细一点 它能写到腊笔的话 最短而粗 最高低的错位 最宽阶的对比 斜的 傻秋彩 我们想要洁胳机 需要考虑 algunos说明 每个顶 政府之心 要做一些 业